足协被鲁能顺利晶级四强,U23球员刘军帅在比赛中投球破门,这是鲁能U23球员本赛季在正式比赛中的第一个进球,同样在25日,足协公布U23国足的亚运会27人名单,鲁能有5人在地,分别是姚军成、刘阳、李海龙、陈哲超和周玉晨。 这会对鲁能接下来的比赛带来直接影响,踢完宇苏宁的比赛后,5名U23国脚就将离队,5名被争调的球员中,只有周玉晨本赛季没有报名一线队的比赛,而姚军成、刘阳、陈哲超和李海龙,都是鲁能U23球员的主要选择,姚军成和刘阳一直担任主力,陈哲超也多次替补登场,对于5人被争调,李肖鹏的态度很明确。 那就是支持他们为国争光,鲁能的人员储备没问题,看下一线队名单,鲁能在下期转会后,有9名U23球员。 除了被争调的4人外,还有刘军帅、曹胜、段刘渝、田馨和赵建飞,这其中,后三人都是首次进入一线队,他们还没有进入过18人名单。 正常情况下,在U23球员确证的时间里,刘军帅是U23首发的首选,而其余4人要等待出场机会。 按照足写的要求,如果一名U23果角被争调,U23球员的单场出场原刺,可以比万人少一名,如果两人被争调,就可以少两名。 但是,每场比赛依然至少保证一名U23首发,对于鲁能来说,5名球员被争调。 在亚运会集选比赛期间,鲁能每场比赛安排一名U23首发就可以,有类似待遇的还有香港、恒大、国安、鲜花,他们分别被争调三人和两人。 对于鲁能来说,保证一名U23首发,的确是人员充足,刘军帅是首选,曹胜、段刘鱼、田馨和赵建飞也有机会。 根据比赛的情况,李肖鹏可以做出不一样的安排,从各队的陪去看,亚运会期间,获益最大的是国安,国安为是豪和巴顿被争调,他们也可以只安排一名U23首发, 而国安的首发们将使用U23球员做全国,直接用掉了这个名额,在中间场,国安可以全部使用非U23球员,这对他们的实力是个提升。 8月5日,鲁能课场与国安的比赛,两队都可以只安排一名U23首发,那场比赛的竞争会更激烈。 对于鲁能来说,本赛季U23球员还没在中超连三键球,无论是刘洋还是姚军城,都遇到一个瓶颈。 但愿,亚运会的比赛可以让鲁能U23和脚门得到更多的锻炼,重新找回自信,可以再回到中超三场后,又更自信,更出色的发挥,也给鲁能做出更大的贡献。